但我有个开海鲜店的爸妈是什么体验呢 半夜想吃夜宵的 什么 今天今天就在炒面了 那今天简单来个海鲜炒面吧 跟蒸开始了 那必须得整点老爸的小海鲜呀 长一只大火龙 这个白象麻辣烫看着比泡面香啊 那就再顺带点小水果小饮料吧 先给大兄弟来个小汉章 爸爸的二锅总买了 水开下八爪 虾米烫一趟更精彩有料 今天咱们就点点单单来个海鲜炒面吧 小黑菜一家这香味真的不嫌而来呀 淋一勺辣油香味焯水上烤 海鲜炒面完毕 白象也出麻辣烫了 八包料 还有三色健康的粗凉面 大家就能清除开到 还能加点喜欢的小黑菜 放入他的灵魂酱包 一碗地道的东北年糊麻辣烫出来了 跟风做的十六冰茶 没想到这么好喝 清爽就简单 他还方便 这才是深夜追剧的正确的开饭式 哇好香 先来尝一下这个麻辣烫 它超年糊 很挂钩 哇一口香气这么惊艳 麻辣香香好好吃啊 真的是正宗的东北老师味 而且这个面是来自东北的三色粗凉玉米面 它添加了甜麦 这个现场又好吃了 还可以自己在里边加上一些小配袋 用这个汤笛煮的也是超好吃的 这白香真的是不会称为伯伯车啊 嗯 太满足了 拿紧的来尝一下这个海鲜泡面 先来一个大配菜 大锅 哇 先来个大尾巴 我剩满满的红油 这一口下去太酸了 好好吃 简直太太太太美味了 我是真一口都不想放过了 嗯 真棒啊 像两把大铅子 像两把大帮手 哇 不愧是大帮手 这钳子的肉好紧实啊 再来上一个 家人们你们可千万别被我强哭了呀 好好吃 这个肉是白嫩的嫩的 不过瘾 加上面条 一碗朴实无华的泡面 变成了吃不起的样子 辣辣辣辣辣 我再来个老虎蟹 就是吃肉还是肯合 我来上几个小虾米 一圆一串的小虾米 被我吃上了 是真香啊 还一口一个呢 最后再来上一串小八爪 你们说今天这顿海鲜面条咋样呢 今天的海鲜泡面可算是吃爽了 吃饱碗啊 个小虾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